喔好 很舒服捏 蛤?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翔貓店長Pogey 又來到了小樂的每月一次 我們歡迎小樂 嗨大家好小樂 開場之前我想要問大家 就是除了你們問我答之外 你們有沒有想要看我們的每月一次 有什麼不一樣的內容 譬如我們要玩什麼遊戲啊 或者是 我想要看什麼來賓除了我以外 可以有一些好玩的東西 我們六次之後 大家也習慣了每個月要看一次 那我們可以有一點新的東西 好啊 好那這一次就還是先回答一下 大家之前問的問題 可以喔 請問小樂你放假了一天 他會怎麼安排 就是讓自己睡飽 然後我可能醒來 其實也不過就10點多或11點 但我就覺得很滿足 然後再看一下想吃什麼 想去哪裡 想開什麼車上怎麼吹風 我覺得就是很開心 有放假的感覺 請問小樂這怎麼保持熱觀的心情呢 其實我沒有覺得我很樂觀欸 我覺得我反而是 飛關過頭的那種樂觀 譬如說一件事情發生 然後我就會把它 5個最壞的結局都想好 然後等到那件事情有結局之後 就覺得 欸這個結局還不錯嘛 沒那5個那麼糟啊 那我就覺得就還不錯了 我教大家我自己的方法喔 就是如果今天有一件事情發生 不要一想覺得 完蛋了絕望了啦 你可以想說 好我努力看看 然後如果現在結果 真的只有50分鐘 我也可以接受 但是我跟你講 你只要有努力過 就不可能只有那樣的分數 所以可能我因為都想的是最糟的 我才會看起來是一個很樂觀的人 我並不是那種TEN TEN你知道嗎 欸啊不會啦 這一定會很好啦的那種 我沒有欸 可是有一句話叫什麼 言以律己 歡以待人 我覺得我可能就有一點是這樣子 好 好酸喔 嚇死我了 喔很舒服捏 他是不是要壞掉了嗎 欸大家是不是不知道在幹嘛 我現在剛做完指甲 然後我在做很深層的保養 上個月不是去巴黎島嗎 有點曬天 所以我今天做的是嫩白的 欸那我把這一罐發光雞乳液 放在你們這 然後如果有人來做嫩白的 如果他想要用我的乳液就給他做 然後我們就把它用到完美 真的 然後這個生雞乳是沒有香精沒有酒精 所以它是很好的 激淡化味道對不對 嗯很香 這個是精油的味道 原本超高的 然後因為它有美白成分 女人的漂亮 才是點錢 花點錢 哈哈哈哈 欸反正也我永遠提供一罐 但是一定要跟我做一樣的那種白 如果時間重來的話 你還會想要我去拿兩次 變成紅白 就是你選擇把它帶到你身邊 你就應該是要對它的一輩子做出來 我真的 巴不得我每一輩子都可以養到半圍 續船 對就是可能你對於老公 你還不會想說 欸我真的希望我下下輩子 下下下輩子都跟你結婚 可是白胃的話我是可以很肯定的時候 我希望我每一輩子都很白 白胃太暖了 可愛是它的一個樣子 可是它的小動作你會覺得 喔我好開心有你陪我喔 那種感覺 我們有機會再把白胃帶來 好 現在 嗯 是否曾經有想過青生的念 就老實說我覺得青生這兩個字 不是青生蘋果喔 就是 青生戲 哈哈哈 看過一句話 活著比 死去 要來的需要勇氣 我覺得青生可能要跟絕望畫上關係 我現在如果結束這一切 我是不是就不用面對那個難題 有時候我們都很愛講那些很無意義的話 你跟一個有青生念頭的人說 我跟你說啊 沒有那麼嚴重啊 一定要活下去 活著才有希望 這種話也是一個屁話欸 因為他現在就是覺得他人家很絕望啊 然後你跟他說活著有個希望 他沒有覺得 我的書裡面有寫一段話 這一輩子你的長相 你的身高 你的所有的一切 都只有你這一輩子才有 我們應該要好好的把握 只有一次機會 盡量不要那麼容易放棄 讓自己的心臟練得強大一點 可以就是啊算了我不管別人怎麼想 或只是說壞別人吧 你覺得我漂亮 哎呀那你眼睛有問題啊 這種話讓自己可以好過一點 我覺得讓自己好過一點是 當你有這個念頭的時候 轉眼 讓自己稍微改變一下想法 如果你問我說怎麼樣調適心情 我覺得真的就是打電動啊 做一些很廢的事情啊 然後早上喝一下酒啊 大吐口水啊 然後這個朋友最好可以跟你 同一個鼻孔出氣都好 當然就是不要放棄 也許如果過了這件事情之後 你回頭會覺得 哎呦我那時候怎麼會這麼容易就想放棄 但是實際上這件事情不嚴重啊 在這裡真的要跟大家講就是 它不是一條可以選擇的步 對真的啦 好多好玩的東西等著你去玩這一點 我身邊有很近的朋友發生過這件事 而且他並沒有被救回來 現在想到就是留給我的是好想念你喔 或者是說嗯好可惜喔 就是如果你現在還在的話 我們還可以一起去幹嘛 就是那種心情 希望大家不要輕易的有這種念頭 因為你知道像我現在的一些朋友啊 就是他們只要發現 我們這一群人裡面其中有一個 也許一兩天心情不好 就會立刻關心 立刻出現 身兵可能要一個或兩個 可以蓋瓜你所有的情緒 然後彼此很固執 像我哥哥也是啊 看我好像狀態不太好 或是說打的字比較沉重 然後他就會立刻打來說 你有沒有事 就是我覺得 就可能也許多一句話就對了 就有人關心到我們 然後我就說 有啊我跟妳講 講完就好了 但是每個人找出口方式不一樣喔 有一些人可能需要一個人 然後有一些人可能就覺得 很需要去腳底按摩 很舒暢是不是 真的還是希望大家珍惜自己 還有身邊的朋友的愛這樣子 如果你在生活中 遇到態度不好的店員 當下你會怎麼處理 很少遇到態度不好的店員 大家都蠻好 遇到一個就是讓我 有一點點動怒的店員 很久以前喔 大概是我大學吧 然後有一次我去買東西 我前面有一個婆婆 買了一個什麼東西 拿100塊出來給那個店員找 然後我就是他後面等 好像他要找他75塊 結果他找他35塊 阿嬤就是沒有收進去說說 啊你找不到欸 還是這樣講 然後那個便利商店的店員就說 沒有啊沒有找錯啊 然後那阿嬤就說 有啊應該是75 是35 那個就是一個50塊硬幣拿出這樣 然後我站在後面我就等嘛 重點是那個店員還跟我們在說什麼 你知道我們這附近 有很多那種老人家都是來詐騙 然後我真的 因為我從頭到尾都站在阿嬤陣後 反正我是看到的 然後那個火就大概從我的尾椎 通通的天靈蓋 我就走去我就說 你就是找錯 我10塊拿出來 然後就說 不是啦我跟你講 我真的很多老人家 真的是這樣子騙頭 被騙過欸 然後我就說 我10塊拿出來 不是我跟你講 然後我就把10塊拿起來 就這樣很用力 啪 放在他面前我說 你真的找錯我有看 然後他才就是摸著筆著這個gay 但是我沒有覺得是便利商店店員的錯 我是覺得他真的可是有被騙過 事實會比較重要嘛 那因為我有看到 對 有沒有錯 所以還是老話而已 就是沒有人願意故意要這樣 一定有一點原因 我覺得互相理解啦 就像博愛座好了 他應該是一種自發性的 我看到一個比我更需要的那種浪座 而不是說 不浪座好像是會上爆料公社 或者是我現在坐在這裡 因為我不老 然後我也沒有看起來疾病 或者是傷殘 就我真的不能坐這 所以你看很多地方的博愛座 大家都敢坐 可是你知道很多疾病是 可能他外在看過 有像生理期好了 真的我有一些朋友是痛到要掉點 鼻痛到沒有辦法站直的那種 那他就光好那個來 他就坐他就只能坐在那 然後可能就會被指責說 欸 你是不浪座 欸 人長會不會讓人家坐 有一些東西就是 我們如果可以多一點點 覺得別人可能有原因 會不會好一點 多一對方想一下 像我媽媽 今年68歲 可是他看起來不太像老人家 所以我媽媽每次坐公車的時候呢 都會等那種比他老的 一看他比他老立刻站起來說 來 這裡有你坐 因為我媽很好笑 所以我覺得沒有什麼誰對誰錯啦 就是大家多一分體諒就好了啦 希望大家都可以遇到態度 不錯的電影員 然後希望大家都不要是 真的態度不好的電影 假設如果是工作跟談戀愛 是遠距離的話 你要怎麼去取捨或是適應啊 那怎麼會這樣 我不會談遠距離戀愛耶 我是那種 心中跟爐洲我就寫得一個人 因為我覺得 談戀愛就是要在旁邊 在身邊 就是在一起 就是要在一起 也許不是每天在兩三天三四天 就是那種 也許我現在立刻有一個什麼 我是可以找到他的 而他不用坐飛機或坐包機 所以所謂的遠距離 那中日呢 怎麼中日 台中日 哈哈哈 叫媽 叫媽 聽聽你 所以譬如說 喔我們現在可能去一個酒吧喝酒啊 哈哈哈 然後遇到男生 欸哪裡人 台中人 喔謝謝 哈哈哈 哪裡人高雄啊 不好意思啊 太遠了 笑了一下 但我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因為我知道我自己不適合 所以我不會談 喔像我有朋友 他跟職業軍人結婚跟交往 所以他就只有六日可以看得到他 他們就非常習慣這種模式 一到五的時候 他就是很獨立的人 可是他六日就會很期待 他們兩個在一起 而這個戀愛的模式 是他們兩個都OK的 我覺得那就一百分 可是如果今天有一個人就 喔我沒辦法欸 天啊我會很想他 我最需要他的時候 他會不會在我身邊 那如果你是這麼需要 有在一起的人 你就不要談這種戀愛 因為我很痛苦 所以我真的是要 近遠距離的人一杯 因為太棒棒了 他應該就是要找適合自己的 對啦 下個月如果要出去玩的話 你會想去哪裡玩 我下個月就真的要出去玩 真的要出去玩 帶我的媽媽 我哥哥還有我公公婆婆 我老公我們全家去京都 這裡跟大家聊一個 如果你是帶老人家 一起這樣子隨後出去玩 最好是可以租一台車 京都跟大阪 我先是可以看右家的 然後我當導遊 對於有一點年紀的老人家來說 就是走走走 去坐地鐵走走 那其實是很累的 然後他們就是想睡覺 也沒地方躺 如果有規劃是家族旅遊的話 其實有車子還不錯 但是會比較累一點 辛苦 常去跟的屋 你要如何去相信別人 如何得到你的信任 我覺得不要相信陌生人 因為現在詐騙集團 你猖獗嗎 我覺得要派是什麼人 譬如說陌生人的話 就是保持一個 保護自己跟懷疑的這個態 就在幹嘛 是幹嘛 是幹嘛 尤其如果你去巴黎旅行的時候 我跟你講 誰都不要相信 想給我的經驗可以聽懂 去年我這個時候在巴黎 我跟曉思哥是第一次去法國 然後就很多人就耳提面密 跟我們講說 東西一定要放得很硬 你不可心意拿走 譬如說你這樣拿手機 在拍照的時候 你的夥伴一定要站在你的對面 因為很多人會騎車 或走路過 就趕快手機偷走 搶走 像你的現金要分開放啊 盡量不要帶太多名牌的東西 就很容易被盯上 然後如果路邊有那種 拿一個板子要你簽名 就千萬不要 然後如果有人要綁一個什麼 幸運的神在你的手上 就擠 真的不要理他 就是趕快走過去一樣 有一次呢 我在一個百貨公司前面 然後我跟曉思哥倆 我就坐在那裡休息一下 等Uber 就有一個美眉 很小一個 這樣走過來 那時候有點涼 穿得有點短襯衫的這種 然後他就看我 然後臉有點髒髒的 然後他就跟我要錢 然後我想說 小朋友應該沒關係吧 然後我伸手要拿錢的時候 然後我突然看到 他的後面有三四個人 就一直這樣看我 然後他們旁邊都各有這樣的孩子 小小的 然後我就突然說 怎麼辦 你們會不會拿錢嗎 欸我身上白就沒放什麼線 所以我還是硬抽了錢出來 我就給那個妹妹 然後我跟我老公 兩個錢而已 立刻落後 一樣很多什麼集團 這樣你知道嗎 可是因為我一下子又忘記了 那這個可能是對陌生人 或者是你去到哪裡 當然不要輕易的相信別人 這是一件事 那另外你說如何要相信一個人 如果這個人是你的朋友的話 我覺得你當然是愛朋友 喜歡朋友 可是你也不能完全的 把你家保險箱裡買給他 然後你家房間密碼給他 就是這種東西是 保有個人隱私是一件事 相信別人是一件事 然後喔 你看講心事這個超刀刀的 你跟他講的心事 有可能是他去跟人家交友的籌碼 對 這個是很人性的一面啦 所以就是說我常常講說 心事是放在心裡消化的事 譬如說 欸我跟我的男朋友吵架 喔他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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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可能你們回去的時候 你男友就覺得他錯了 就跟你道歉你媽就好了 可是你跟你朋友講的時候 他就會去外面說 我跟他男朋友很爛 那什麼這樣子 這件事情就會變得 有點一發不可收拾 對 所以要不要相信別人之前 你要先把自己保護好 還有如果你講的是 另外一半 我就覺得你要做到一件事就是 疑人不交往 交往不疑人 你真的要跟他交往 那你就不要懷疑他 你不要說 喔因為我前男友也劈腿 所以我現在看我這個男朋友 必須看他手機 然後你剛剛是不是跟別人聊天了 你是不是怎樣 就是我覺得這樣子 你就會喪失掉一個 最基礎的信任 我沒有辦法百分之百相信一個人 但是你可以就是 先把自己的那個部分保護好 對別人的話 你可以有信任 但是喔 相信人是這樣子喔 一定要非常的極端 我今天是99%相信你 對 可是如果你弄我一次 歸零 喔是歸零高喔 這是歸零 你不能說他弄了一次就說算了吧 你怎麼不小心弄我 然後他再弄你一次 你就說沒有啦 他真的在歸零 他就不小心的 第三次 然後就一直被欺負 那這樣子就跟相不相信沒有關係啦 你就是沒有在保護我們自己 所以我真的覺得 每一個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人 要先保護好自己 然後你就可以找到相信的人 蛤 難受用的 欸 幹嘛突然這樣子 這檔怎麼了 就是又回到前面了 就是每一個人都會有自己的苦衷 當然 對 所以除非他是真心要陷害你 不然其實我覺得沒有沒眼中 當然 對啊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遇到自己信任的朋友 今天的已經都結束了嗎 對 我們今天為了八點 那我們就踴躍在留言列頭稿 看他想要看我們之後請誰來 或者是做什麼樣的遊戲 我也可以 好不好 欸 結果我現在我媽媽我婆婆 好多朋友都來做指甲 真的喔 開心 你們看你們服務多好 真的嗎 謝謝你們為了 我這次做指甲很秋冬耶 因為我過幾天要拍照 要拍一個秋冬的新品給大家 秘密盡情重 你們搞不好看到這個影片的時候 我覺得已經有新東西了 對 已經 希望你們會喜歡 謝謝店長又再次 賜給我們一次小樂的每月一次 謝謝小樂 我每個月都有來喔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媽媽 大人 3 2 1 哈囉 喔 好緊張喔 喔 我真的很想哭啊 每次都是開頭錄最久欸 店長真的就是在還沒有鏡頭看他的時候 他就是非常的會講話 但是只要一有鏡頭他就是開五肌之舞 我跟你講我們每次在開拍前 他是一直在喬說什麼 我這樣看起來瘦不瘦 他完全都不管我臉上有沒有光啊 小樂看起來漂亮漂亮啊 小樂偶爾都漂亮啊 他永遠真的在想說我那樣會很胖嗎 我的肚子怎麼辦 你要提醒我縮小肚啊 這樣子會太ㄍㄧ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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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ㄧˋ 要雷離勾好不好 身材乃身外之舞欸 好